对于这一次学生夜闯教育部的反克纲行动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昨天是联合13位县市首长发表声明 表明挺学生的态度 但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没有明确表态支部支持 只呼吁要回归理性 但国民党立任党团却指控 民进党是按住反克纲行动 花山说故事爸爸朱立伦帮小魔法师拆礼物 和小朋友们拉近距离 但更需要拉近距离的是学生的反克纲行动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第一时间和13位县市首长发表声明 要求教育部撤告 和年轻人站在同一阵线 有拉拢年轻选票一位 也对执政的国民党造成威胁 各方政治或政党的力量一定要退出 所有的政党大家把手伸开 让整个克纲的问题回归理性面 回归法治面 朱立伦不敢明确表态 直接透过立法院党团表明立场 政党在后面操弄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不道德 为什么民进党不敢出来讲 不敢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这个里面是清清楚楚的 你这个难道不是去操弄这些学生吗 国民党指控民进党提供雨伞援助 让反克纲行动变成蓝绿的政治较劲 蓝营不怕反弹 谈停教育部立场很坚定 现在和亲民党接触也有了初步进展 不会有所谓的这样的方式的诸重会 那我们希望还是持续的向宋主席来请议 那以不公开的方式我想可以讨论很多问题 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只要关起门来 大家一定会说那个就是又有什么密室交易 还是公开的去处理会比较好 还是没有办法下决定 所以事情大概现在就调在那边 朱立伦强调是情义没有所谓的诸颂会 但是谈不谈得成态势未明 朱立伦要求不公开 亲民党则是坚持透明化 让国庆面会还是有破局的可能 UDN TV胡锦顺 陈玉冰 沈永沛 新北市报道